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清宇 今年2月,中国新年过后,中国的深住价格一路下跌 部分地区甚至跌破每公斤20元人民币,约为去年9月份的价格的一半 虽然对消费者利好,却给养殖户带来很大损失 中共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 近期,中国的生猪和猪肉价格均呈现持续回落态势 截至5月21日,中国36个大中城市猪肉零售价格为每公斤21.26元 比4月底下降8%,比年初下降27% 中共农业农村部监测的数据显示 5月上旬,中国各地集贸市场猪肉价格平均每公斤36.09元 以连续15周回落,同比下降29.3%,比1月份最高价低18.13元 比去年最高价低23.55元 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4月,猪肉价格下降21.4%,降幅比上一个月扩大3.0个百分点 辽宁省沈阳市的猪肉经销商张文 向中共官媒《中兴王》表示 现在猪肉价格跟高峰时期相比已经腰斩 比以前低一半还多,辅然也多 现在市场供应充足了,价格一直下探 中共官方对价格下跌原因的解释有三 一、生猪产能在持续恢复,纯燃量持续增加 二、今年3、4月份养殖户大都在观望 部分养殖户选择押蓝吸收 面对猪肉价格下降的行情 养殖的空间明显减少 养殖企业急于让生猪出蓝 因此生猪供应较充足 三、随着天气转热 目前正处于消费淡季 市场需求相对疲软 猪肉价格全国性坍塌 许多养殖户已陷入深度亏损 苦不堪言 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养猪户赵凯 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今年养猪真是亏大了 原以为过年了家家都买肉 价格可能还会上涨一点 都想卖个好价钱 没想到过年就开始降价了 刚开始降价的时候 还存有侥幸心理 以为过几天就会好转 没想到一路下滑 不知啥时候能刹车 赵凯表示 当时买猪仔时是一千五百多元一头 现在是卖一头猪就要赔六百至七百元 多折上千元 左右为难 不买吧 猪又很难吃 猪饲料涨价 不喂饱它又怕瘦了 现在是猪涨得很大 可是卖不上价格了 我家里这批猪出篮就不再养了 据中国猪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猪好多网发布的数据显示 随着生猪价格继续下跌 养殖利润也不断下降 据测算 在截至5月30日的一周内 中国外山原生猪 制繁制养投军盈利一头一百二十七元 比上一周减少百分之三十点二 同比减少百分之九十二点八 与2019年盈利最高峰的利润相比缩水百分之九十六 让养殖户压力更大的是 受猪病及原料成本提升等多方面的影响 目前无论是集团企业还是散户 养殖成本均居高不下 辽宁省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会长薛云安说 养到125公斤的商品肥猪的饰料费用就得超过1200元 还有药费、疫苗费、人工费以及猪脂死亡的损失 商品肥猪每公斤的成本在22至24元 赵凯还告诉大纪元记者 现在政策也在收紧 不向前几年政府鼓励和扶植养殖户 现在猪肉不缺了 地方政府开始讲环保了 把猪圈都拆了 5月25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召开会议 声称将针对大鹏房进行整治清理行动 许多猪场或没来得及办理建厂手续的猪场将被强拆 近期广东扇尾、山东省屏东县、江西乐平等多地的猪场被当局强拆 广东省南雄市日前要求已省批复养的养殖场 在6月15日前要全部清理 对未经省批自主养殖的养殖场在5月底前将在养的处勤全部清场 当地养殖户表示 该政策落地后 南雄市80%的养殖户将面临被勒令限期整改 甚至关闭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 ι极 3 提订阅 pone卡 你可以注意支持你的